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近期建制派政客就空群而出 除了去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以外 還有若干人等開始陸續表態 說要速請特區政府考慮一下 押後本屆立法會選舉 他們的立足點無非是說近期疫情出現第三波爆發 在這幾天內基本上無法擺平 所以藉著防疫抗疫之名 速請特區政府押後 例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耀宗說 政府必須就住押後選舉有一個預案 不應該排除將立法會選舉延期 他說距離立法會選舉只有50天 他質疑特區政府如何保證在這50天內 能夠搞定的疫情 如果搞不定的時候又聚集這麼多人 選完之後又會有一波大爆發 另外原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說 預期投票有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公共衛生風險 香港人的生命是最為重要和優先的 政府應該認真去考慮一下押後選舉 制定應變方案 即是說 很多人就開始出來借頭借路說這些說話 其中一個最大力提倡押後選舉的就是何君堯 實情這班傢伙無非是吸取上次區議會選舉慘敗的教訓 今次這趟立法會選舉就不敢怠慢 亦不敢再盲目樂觀和誤報軍情 只是看看地方選區建制派的報名情況 就知道他們今屆傾向保守 盡量縮減不必要的名單 盤輸來選擇 故此到底是否他們想輸打贏要呢 為何要押後選舉 如期舉行有甚麼問題呢 只要大家做足衛生防護措施 以及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應該是沒問題 在上星期舉行的新加坡國會大選 就已經是一個最佳例子去駁斥這班建制派政客 人家新加坡的確診數字是上萬宗的 又不見人家投完票以後 那個確診數字是會突然間飆升了 有沒有發生到呢 至今也沒有 而且不要忘記 新加坡國會大選 本來應該在2021年才舉行 人家現在的疫情 一樣就是這麼嚴峻 一樣是提前舉行 所以不要打算打贏要 不要打算走這些無謂責面 如期舉行就是如期舉行 當然如果立法會選舉是如期舉行的話 建制派就分分鐘輸多兩前總 為甚麼呢 因為有一班香港人是具有投票權的 但他們不是住在香港是住在大陸的 過往幾屆選舉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就是每當投票日 有些人在大陸坐旅遊大巴下來投票也有 如果是目前這樣的情況 當然就做不到職日來回 因為這班人經陸路口岸來香港的時候 就要進行居家檢疫14天 除非他們是免檢人士 但是 段股也沒有那麼大量的免檢人士 所以 分分鐘他們的票員又降低了 所以就說要押候選舉又這樣那樣 故此這班人究竟是純粹出於公共衛生的考慮 還是甚至甚至甚至政治利益的考慮 大家真是見仁見智 好了 接著再說說關於第三波的爆發 所有人都知道 綠路口岸你又不封關 然後 在今年的二月至五月 就批給了二十萬零九千多人 是豁免強制檢疫入境的 只是說二月至五月 還沒有六月至七月中的數據 分分鐘在這一個半月 免檢的人數又大幅上升了也不一定 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事實上的疫情是有所緩和 好了 你搞這麼多這些免檢 究竟是否有這樣的必要呢 二十萬零九千人 大家看看澳門 不要經常說拿澳門來比較 但是別人事實上是做得好 大家知道 何鴻生博士 他早前就離開了 就是出殯 喂 有些澳門政商界的人士 走到來香港那樹 扶寧 走來香港制敗 回到澳門以後 一樣要接受十四天的強制檢疫 包括有澳門前行政長官何厚華 澳門現任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龍 和澳門中聯辦的官員 喂 這些夠猛料了吧 人家一樣要十四天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可以免檢疫 可不可以向市民解釋清楚呢 那你現在要去免檢疫這些人 沒辦法了 免檢疫了 都已經造成了今天這個惡果了 問題就是你特區政府根本上 就不去堵塞漏洞 你就不去大幅縮減 所謂免檢疫人士的名額和範圍 反過來就要求市民不要出街 不要去聚餐 或者林鄭月娥昨天更加走出來說 最終搞不好的時候 會考慮所謂的禁足令 你做這些事情的同時 如果你不去縮減免檢疫人士的名額 就等同於白組 是不是瘋了 這些人玩夠了嗎 之前都已經搞了大半年了 由過年之前開始 一月搞到現在 你現在搞到一窩粥 你就叫市民不要出街什麼什麼 那些市民一早就已經不出街 已經平息了 甚至乎有二十幾天沒有斷纜了 已經試過 後來才開始零零星星又再出現了 現在出資第三波爆發了 你特區政府叫市民盡量減少外出 不要去聚餐不要去打球 不要這樣那樣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你同時之間就要堵塞漏洞 減少這班免檢人士的名額 切磋 轉二十萬九千人次 這些完全就是有特權 是不是 市民如果走到英國旅遊 現在英國倫敦 是免檢入境的 你知道嗎 去旅遊玩完之後回來 又要運回十四天軟禁 為什麼市民就要軟禁 為什麼你那些免檢人士 就可以切磋地轉在邊境口岸 這些完全就是有特權 何厚華也沒有特權 李偉龍也沒有特權 澳門中聯辦也沒有特權 偏偏這些不知什麼人士 就有特權 這些完全是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你叫市民做這個做那個 但是你同時之間有一個漏洞 是可以被人二十萬九千多人次 可以這樣走來走去的 喂 市民調戲信不信 還有你特區政府 不要動一點 走出來說 說醫療系統快要崩潰 就打算同一刻市民是沒有作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由於對於他情況的掌握 是不準確的 因為資料全部都是來自武漢 大陸等等 都不知道有多少城爭 多少城假 多少城是有門報漏報 故此當時有恐懼是正常的 人類的恐懼往往是源自於兩件事 一就是無知 二就是愚昧 當初在過年的時候 市民對於這隻武肺的恐懼是源於無知 或者叫做未知 因為根本上掌握不了一些正確的資訊 比如說 喂 到底治療辦法是怎樣呢 或者是那個 校遺症會是怎樣呢 但是現在都已經全球大流行 很多外國都已經有很多資訊出現了 比如說原來治療方法 都是以這個輔助式治療 就是治療病症 到後來都是要靠自身身體 去打贏武肺 又或者是校遺症 原來要吃很重劑量的淚固醇 才會出現骨膚的情況 那你特區政府是不是很應該出來 將所有的資訊都公開透明化呢 向市民解釋清楚 喂 一旦不幸染疫的時候 到底你的治療方案是怎樣呢 是吃什麼藥呢 會不會導致你受什麼效遺症 有什麼副作用 你就跟市民講清楚 所有事情講清楚的時候 就不會再有很不必要和非理性的恐懼 現在很多人去毛利頭 去排隊檢查自己有沒有 喂 那些人檢驗了 什麼都沒有病徵 檢驗什麼呢 那你就要向市民說清楚了 又或者那些傳遇者 他預後的情況是怎樣呢 會不會真的有什麼後遺症呢 如果是沒有的 你就向市民說 你不說市民怎麼知道 市民認識病人 市民認識好的人 特地去訪問他 是不可能做的 因為特區政府是知道的 這些資訊 為什麼你不說呢 是不是要製造一些不必要的恐懼 即是嚇人 還是怎樣呢 為什麼不說 這些資訊 經歷了大半年 你有責任 是不是 你的衛生防護中心 不只是整個張竹君醫生 天天來照本宣科 在說你的個案 需要你說的 有什麼意義呢 喂 藍絲中招的個案又不說 警察中招的個案 你也是避而不談 避重就輕 不需要你這種人用錄音機 不如你衛生防護中心 搞清搞錯 將這個武肺的治療方案 以及預後情況 是怎樣 就向市民說清楚 以及哪些年齡層的人 是高危群組 六十歲以下的人士 到底他的治療情況是怎樣 是不是很多 其實都只是輕症 只是有些咳嗽 或者等等的病徵 很快好回來呢 平均治療是需要多少天呢 這些事情你就應該說 是不是 別人美國 外國 全部都有把這些資訊 和盤托出 有什麼好藏起來呢 喂 原來有些人入院 比如說 某一個年齡層 平均住院的日期 就是五天而已 那麼市民就沒有那麼擔心 不是說使得市民降低了 防疫的意識 不是 反而就是你要調撥更多的資源 去照顧那些高危的社群 例如是長者 長期病患者 你特區政府也有優先次序 是不是 現在搞到最後 你的所謂醫療系統崩潰 其實你崩什麼 最終如果真是個個案數字 不幸地升到上萬中的時候 你就一樣是學外國這樣 重症就入院 輕症就去那些所謂治療中心 甚至乎如果連那個中心都爆棚的時候 就困在家裡 你就也是這樣做 是不是 你有什麼方案呢 你比外國更厲害嗎 你變什麼出來 混在地上 混在新屋領 你也有多餘 你崩什麼賄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所有的資訊都說出來 我想請問有什麼好藏起來 好像有保 而且還任由民間的非理性恐懼繼續蔓延 你特區政府為什麼不公佈這些資訊 是不是為了使得市民很擔憂 很驚慌 這樣就可以讓你那些不科學的所謂防疫措施 有些正當性 你那些限聚令根本上由頭到尾 都是不科學的 袁國勇教授說的不是我說的 你為什麼不去公佈這些資訊 你收起來幹什麼 一分抗疫九分打壓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